因應桃園捷運綠線GC03標前盾地下段施工 桃園鎮潛人型地下道署連續壁施工範圍 將在5月18號起永久封閉 民眾可改由桃園臨時車站內的連通道進出前後站 或選擇捷工局提供的免費接駁服務 會影響到我們前後站的地下道的部分 我們預計會在5月18號會封閉 封閉的時候我們的配道措施的部分 就是在白天就是早上6點到晚上12點中間之間的部分 我們要請各位民眾如果要到由前站到後站 或後站到前站的部分 改走台點目前臨時站的連絡通道的部分 地下道封閉後除了可以從臨時車站的連通 到往返前後站 針對深夜時段車站關閉期間 捷工局也和計程車業者協調 提供免費的接駁往返前後站的服務 進車接駁的部分我們預計會在5月14號 會在前後站的接駁點的部分 我們會立一個告示牌的部分 上面會有聯絡電話的部分 讓民眾在晚上的12點到隔天的早上的6點的時候 如果有需要到前車站往返的時候 可以撥打免費電話 我們撥打電話給計程車的部分 會有免費計程車來為您接駁 深夜零時到上午6點 免費接駁小黃彩電話叫車 接駁點將會設置告示牌 上面也有專門的叫車電話 不限人數以小客車免費接駁 請民眾多加利用 記者來為一投影報導